民進黨砍掉這個七天價凱成一粒修 那沒想到企業主得了便宜又賣乖 我們看到雇主這位是這個工種的許勝雄理事長 他拼命的抱怨 然後呢還提出了非常多的白皮書 來請大家看白皮書內容 他要求行政院民進黨政府一例一休非改不可 拼兵抱怨 沒有去找院長嗎 沒有去找院長嗎 許理事長在兩年前說 除了五缺之外還缺德 那講的是政黨內鬥 但是聽起來他很有遠見 因為兩年之後行政院長換成叫做賴清德來上台 我就是賴神我從南路來台南的勞工都支持我 我來解決你的問題 指令並答來白皮書給我看好 賴清德院長一上來就要解決資本家五缺缺電缺水缺地缺工缺財的五缺問題 資本家終於找到包括第六缺缺的他終於找到這個六缺都可以解決了都可以解決了 雙方非常的高興 手握在一起 手握在一起 但是你看資本家跟政府官員站在前面 可是他沒有看到後面的勞工其實也有五缺呀 第一個我們勞工缺薪水 我們知道台灣的勞工長期以來就屬於低底薪的狀態 所以才會有行政部門得了便宜又賣乖的說 勞工需要多加班 然後來換取薪水 多加班就好啊 不會加班 可是你知道嗎 多加班的話 老闆很多時候都會叫勞工補休 所以你多加班有沒有辦法拿到薪水 沒有 就沒有嘛 然後呢 勞工工時 台灣的工時是全世界 數一數二的一個場 數一數二的場 缺休息 輪班間隔又短 又要多加班 每天回去就睡覺 然後 女兒要找爸爸的時候怎麼辦 爸爸已經在睡覺了 然後第二天出門的時候 女兒還在睡覺 又見不到爸爸完全 失去家庭的一個和樂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這個部分 不知道院長有沒有要解決呢 今天酒井你就直接上班 12天機嫁回家酒井 好 會嗎 好 好 好 太過太爽了啦 你去加班起來6天而已 我要12天 好 那台灣的勞工在長期的 工時長的一個狀況之下 過勞 所以你發現很多勞工 很早的時候就身體不好 身體不好 草莓 絕健康是不是 多賺一片加班費 拿去買藥不就好了 就很健康了吧 草莓啊 不耐操啊 對啊 多喝愛甘 多喝這些 開糖 顯甘 補金 白蘭式 基金 就可以 顧回我們的健康了 對不對 這個廣告上都是這麼說的 來 然後 勞工在這個社會裡面 有沒有尊嚴呢 大家知道現在齁 所有的資方都很喜歡在 媒體上想幹話對不對 可是大家知道 這個其實是 一般的企業組 在企業裡面 他其實都是這樣做的 不要說幹話 老公已經太多了 好 你是勞工 有什麼尊嚴 好 最後齁 這次的修法 我們的行政院說齁 要經過工會的一個同意 沒有經過沒有工會 就要經過勞資會議的同意 然後其實 台灣的一個企業裡面 勞資會議 全部其實都由資方所控制 台灣的工會 覆蓋率只有7% 所以你說這些彈性化的措施 會不會很容易就被企業通過了 會不會 會 好 那我們看 我們的這個資方跟院長 怎麼 怎麼 怎麼來溫柔的 款待我們的勞工朋友 在沒有工會的情況之下 我們不需要工會啊 我們需要工會 像我們總統都講了 我們要自立自強 不會我們賺錢啊 不會我們賺錢啊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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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看到了齁 我們資方與 資方與政府齁 聯手的打壓勞工齁 齁 資方說要缺什麼齁 那個行政院就給他們什麼 齁 那個 資方說缺德 然後 然後 蔡英文總統就給一個行政院長賴清德 所以這種 他好資本家 踐踏勞工的 到底有沒有缺德 缺德 缺德的人 到底是誰 資本家對不對 缺德的是賴清德對不對 對 工人齁 要把這個缺德的一個 一個這邊的一個標籤 來貼到我們的一個賴神的身上 我們 我們認為說齁 賴清德院長 讓工人的工時延長 讓工人的健康受損 這樣是不是一個缺德的行為 是 所以我們今天用這個行動 表達就是 我們要對 行政院長賴清德這一種 把台灣的勞工 更加的超時過狼 讓台灣的勞工的一個健康 受損的這個勞機把修法 我們要認為說 工人認為這是非常缺德的事情 我們要向賴清德提出最大的抗議 請大家一起把手舉牌舉高 手舉牌舉高 我們再來喊這個口號 反對羞恶 勞機把 反對羞恶 勞機把